有買嗎 好像拳擊就他沒有買 真的嗎 你說拳擊就他沒買東西 因為他給我太忙了 華航節目爆料 免稅品拳擊只有總統沒買 講完哈哈大笑 但隨行立委氣到跳腳 我覺得類似這種抹黑我的事情 我就一定提告了 我就已經提告 這是我的做人的方式 第一個很清楚就是說 如果這個拳擊只有蔡總統 沒有買這句話是事實的話 那請華航拿出證據出來 如果不是事實 那他要告 我們要告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一個謠言 痛斥要華航拿出證據 冠閉林甚至還發寄品文 全程沒有預購訂購 購買任何免稅品 如果有買就要到華航總部 發機牌無限量 同時還屈含要求華航說清楚 他整個就把它當作說 哎呀大家都有買啊 這種嘲笑的嘲弄的嘲笑怒罵的態度 這種態度就表示華航完全還沒有發自內心的反省 立委氣氣氣氣氣 華航緊急聲明道歉 承認相關發言與事實不符合 因為未經求證不夠精確的言語 造成相關當事人困擾至上最深歉意 我們希望華航是要出面來講話 但是要是講實話 而不要去講錯話 有錯的話就更正道歉 立委們賭上雞排 甚至揚言提告 畢竟誰都不想和撕焉案扯上關係 總統有買嗎 好像全集就他沒有買 華航玩笑話聽在立委耳裡一點都不好笑 三順 吕少博蕭 停泰國島